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汉族的僧人 那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 欧阳吴卫教授是堪称台湾藏学之父 因为他的缘故 台湾今天学习藏学的人都是从他的门下而来 那算起来欧阳老师就是我的太老师 也就是我老师的老师 那他当年呢 在东北念完书之后呢 他参加在1934年的时候 当时他1933 他受聘到青海示范学校去当老师 那1934年参加了一个西藏的这个学历团 他到西藏去参观 然后到泽邦市的这个 广邦杂昌去出家 那他的法名呢 君批吉美 这个意思呢 就是无畏的意思 吉米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学到了很多的活学知识 他利用在西藏学习的这个短暂的暑假期间 他利用那样的时间 他自己徒步去走 然后走到了这个今天的尼泊尔 走到今天的这个大王这些地区 他做这样的调查 他写下了两本书叫做《藏邻邮记》跟《大王调查记》 这两本书有机会如果你在这个图书馆看到 那就认真的看 因为他当时出版的并不多 是非常可惜的 那当时呢 他到这个西藏去 那他的活学知识好到什么程度 他准备 因为当时寺庙提报他 他要去考格西 那格西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 意思就是藏学博士的这个学位 当时已经帮他报名要去考试 可是呢 当时的这个政局有了改变 据说中共要抓他 所以他只好离开这个拉萨逃到印度 然后在1952年来到回到台湾来 那回到台湾来以后 他到政大去任教 所以今天学习藏学的人都是从他那里开始 就是他在政大当老师开始 那他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原籍 我有幸在他这个最后一次演讲的时候 还看到他本人 那欧阳老师呢 他的这个藏尼游记 目前只能在图书馆里面找到 各位可以去试着找找看 他这个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本书 你可以了解当年他一步一步的走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年呢 这个欧阳喇嘛呢 他是非常聪明的 那各位如果你知道 藏传佛教的这些理论跟这些经典 你要会的话 一般人大概要要要花到七七到八年 才能把他学会 那他能够在七到七年当中 已经能够学到这个十五级 所以他是非常了不起 他可以从这个初级一直到格西研究班 也就是说博士班 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同时学习了西藏历史跟文化等等 他曾经他自己说在他的这个书上 他说他曾经白天 白天 西藏在学佛经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变经 那白天要跟别人变 那晚上就要好好读书 因为这样的情形 他说他晚上有一个二十天 没有躺下来睡觉 这样的记录 你看他这样的情问 怪不得他的这个学问是这样的扎实 那他写藏尼邮寄这本书呢 非常的 令人感 对为什么 他说他是一步一步的走 那 阎门脱坡这样 因为当 当时那个地方 并没有什么好的交通工具 有驴马 以外 就是要靠人走 那他说在那个原始森里面走 他 他有很痛苦的经验 那 所以说 他在他写这个大旺调查记的时候 他形容说 这是他在西藏旅行痛苦的经验 他不是一个快乐的经验 那今天这个两本书呢 不容易看到 可是在图书馆是可以找得到 有机会去找来看一看 当时 他从这个 西藏第一次离开到南京 然后到这个 正大的前身任教的时候 他后来想一想 还是要回去 把这个活学博士的这个位置拿到 所以 他又进藏去 他写下了诗 表达他的心情 各位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愿意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 你去拿一个活学博士 然后呢 欧阳喇嘛呢 从此之后 他没有还俗 那他先是在正大任教 后来呢 他就在家里 自己开这个诗书 所以今天你现在看到 这些老师的名字 西棉老师 他是在师大老师 萧金松是法官佛学院的院长 龚黄真老师 应该是在中研院的老师 你看到这些老师 王吉林老师是文化的老师 你看到这些老师 基本上都是从他门下学来的 那 有这样的一个老师 他在台湾传播藏学 今天台湾的这个藏学 才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我们要请各位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介绍他 我希望各位透过这样一个简单介绍 你可以自己去找 欧阳老师的这个 传记看 那 请你去体会一下 那个时代的人物 那个他们的作为 跟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那 如果你能够学习某一样学问 学习到能够教授别人学问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应该要怎么学 才有可能说 你要能够教授别人 那 如果你到图书馆 有机会读到他的旅行记 请你去想 去看一看 他为什么会说 到大旺去旅行 是他西藏旅行痛苦的经验 这个单元我们就到这边